8点10分在卫视播出的第十届经节互联盛典 不像往常的晚会在广电T2区进行 而是选择来到学生群中 在新沙的大众传媒学校1400平演播厅 距离盛典开幕还有5个小时的时间 舞台灯光舞美全部准备到位 连一直不曾献身的最后两位现场嘉宾 杨宗伟古剧机也是一下飞机就直奔现场来了 最先来到现场参与排练的是好久不见的杨宗伟 这一次他将在互联盛典的舞台上 带来自己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曲歌子 参与湖南卫视的节目或是晚会 对于杨宗伟来说是常识 因此格外看重也格外专业 一般歌手演唱会的耳机反送都是随机准备的 因为担心耳机尺寸不合 影响自己的演出效果 他就自备了耳机 嘱咐工作人员换上 如此慎重 还真让人开始期待起他今晚的演唱来 几随其后古剧机也来到了现场 他和湖南的关注